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死 医道官徒 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这一天早上 曾毅前脚赶到龙山市的驻京办 孟群生后脚就到了 他是专门来接曾毅的 孟群生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就一个电话什么情况都没讲 就把人家曾毅给催了过来 这似乎不怎么合乎做事的规矩 辛苦你了 大老远让你跑一趟 曾毅笑了笑 孟大哥说这话就见外了 你也是相信我 没拿我当外人 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的 对不对 是啊 孟群生拍了一下曾毅的肩膀 高兴的说 你这么想 我很高兴 那孟大哥就不跟你客气了 咱们这就出发 路上边走边说 验智道赶紧叫人搬出那些准备好的土产补品 哎呀 孟处长啊 我从龙山带来了一些土特产 本来想着亲自给您送家里去 可就怕您没有时间呐 今天刚好凑巧 我叫人给你放车上去 不值几个钱 就是想让孟处长尝个地道的口味啊 孟群生也没工夫跟验智道客气 微微点头 多谢多谢 以后可千万别这样了 这么多我哪能吃得了啊 放的都坏了 哦 不要紧 不要紧 要是你觉得还可口啊 吃着舒心 我再带来就是了 这些东西龙山多得是 验智道赶紧叫人把那两包东西都放进了孟群生的后备箱 在路上 孟群生才给曾毅教了实底 曾毅啊 我也就不瞒你了 这次病的是侨老 情况有些严重 一会儿到了地方 你务必谨慎小心 要是心里没底 也没有关系 就当是走个过场 千万不能打无把握之仗啊 曾毅点头应答 这个我有分寸 孟大哥放心 孟群生就往座椅的深处坐了几分 然后轻声叹了口气 其实 这次请曾毅过来 他也是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在验智道面前 孟群生这个发改委的司局长助理 牛气的厉害 可要放在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的乔家 他连庞戏都算不上 孟群生能在发改委谋到这个职位 也是因为乔老爷子发了话 否则这么抢手的位置是绝对不会轮到他的头上的 现在乔老病了 在乔家就是天大的事 他一个庞戏都算不上的人物 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只是孟群生深感乔老之欲之恩 才壮着胆子向乔老推荐了一下增议 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 孟群生觉得心里头过意不去 好在乔老对孟群生宽容 竟然准许了让他推荐的人来试一试 今天如果成功 孟群生就算为乔家立下了大功 证明乔老以前没有白白看中他 但要是不成功 后果也可想而知 孟群生在乔家就更没有地位了 所以这段时间 孟群生根本没心思做事 就是在犹豫着到底要不要这么做 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要出一份力 尽一份心 否则 要是乔老这次真的挺不过去 孟群生这下半辈子都会心中难安的 乔文德并没有住在玉泉山 而是住在京郊的西院别墅 这也是一处老干部安享晚年的好地方 山庄里有温泉园林 小桥流水 环境非常舒爽 到达乔家的时候 秦一周就站在大门口的港厅旁边 这是待客的礼数 另外这时候也不比平时 对于上门的大夫必须要给予重视 这样才能让对方全力以赴啊 增益一下车 秦一周看再没有别人 眉头就稍稍皱了起来 孟群生也太孟朗了 怎么能找来这么年轻的一个大夫呢 秦一周还是表现出了极高的素养 上前热情地打着招呼同曾毅握手 秦生啊 这就是你说的神医吧 辛苦了 辛苦了 曾毅呵呵一笑也说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您就是秦主任吧 咱们以前通过电话的 我记得你的声音 秦一周有些意外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自己也算是个记性很好的人了 可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曾毅解释道 去年孟主任在南江省人民医院受伤 孟大叔和你通过电话 说到这儿 秦一周就想起来了 自己当时按着那个号码打回去 是有个年轻人来接的电话 难道就是眼前这个人吗 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秦一周笑着说 哈哈 世界真小啊 没想到秦生所说的神医就是你啊 这么算起来的话 我们可都是老熟人了嘛 是不是 哈哈 孟秦生解释道 当年要不是曾大夫出手 我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 我的骨伤也是曾大夫给治好的 完全就跟没受过伤一样了 秦一周就笑着硬道 是啊是啊 这件事我清楚 是个了不起的医学奇迹啊 不过他的心里头 还是不怎么看好曾毅 这只能说明 对方是个治外伤的好手 但未必对疑难杂症也有高招啊 他还是招呼道 曾大夫 快请进吧 咱们到里面详细续说 乔家的院子很大 屋子是座三层的小别墅 曾一走进去 觉得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仔细再一想 他自个儿心里就笑了 当年乔文德本来要去南疆养老的 自己来负责布置居所 当时自己所想到的 不就跟眼前这些陈舍有些相似吗 乔文德的几个儿子此刻都不在家 都去上班了 几个儿媳妇最近都伺候在乔文德身边 但看到秦一舟领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大夫 就都没有露面 秦一舟把曾毅领进一间小会客室 又介绍说 这几位都是医疗小组的大专家 病情上的事情就由专业人士向你解说 屋子里坐了好几位专家 个个都老成持重的样子 没有一个是低于45岁的 他们看到曾毅也是奇奇皱眉 这太儿戏了吧 把这当成什么地方了 又把侨老当成什么人了 怎么随便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来给侨老看病了 曾毅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尴尬 也不以为意 上前说的 秦主任说病情紧 我能先向几位前辈了解一下患者的具体情况吗 说完 曾毅找了个位置坐下 等着专家们开口 他这一句病情紧 就是告诉这些位专家 你们对我有什么怀疑 现在都可以先搁置在一旁 大家先集中精力 共同研究一下病情 秦一周给曾毅倒了杯水 就坐在一旁 神色严肃的看着现场所有人 国内的医学界最是论资排辈 年轻的大夫 治好的病例再多 基本都会被归为偶然 而年老的名医 就是治坏了病 那也是无心之失 当然 如果你能靠上一个显赫的前辈名家来提携 年龄和资历 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曾毅 一没有失成宗派 二来又年轻的离谱 第三 在座的又都是西医 人家一看他手里的药箱子 就不怎么愿意跟他多说话 要不是这回生病的人 身份不一般 那今天很有可能就把增益晾在这了 医疗小组 有位老专家 五十多岁 面色红润有光 看样子是个组长之类的人物 就听他说道 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 患者从一个月前就开始验食 甚至闻到饭菜的味道就开始呕吐 后来又发展到不能入睡 情况比较复杂 持续的时间也长 这里是病例 你先了解一下 等一会儿咱们一起去复诊 等复诊完 再集中讨论 你看如何 曾毅点头应道 好的 我先看病例 然后再去实地观察 患者的具体情况 那组长就把病例本 推到了增益面前 又说道 有什么特别需要了解的 可以问我 患了是普通人 在病例本上 都会记录这个人 以往一些比较重大的 得病治病经历 以及身体的日常状况 家族病史 但是像乔文德这种级别的人物 就只能是一病一案了 绝不允许医生去随意调查翻阅 他以往的病例 只有医生在无法确认病情的情况下 觉得可能是有某种原因导致的 才可以根据需要去翻阅和咨询 以往的病例 就是乔文德专职医疗小组里的专家 也只有组长 副组长这样的人 才有权限去查阅 乔文德所有的病例 而其他的医生 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增益是临时请来的 能给他看这一次的病例 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至于以往的病例 增益就只能是问 而不能看 不光是这次 增益平时跟宅老的专职医疗小组组长交涉 虽然有宅老的亲自授权 但也是只能问 不能看 所有文字性的东西 医疗组都是不会给增益看到的 这也是规定 除非增益担任了宅老的医疗组组长 所以增益也不多问 先静下心来 仔细翻阅乔文德的病例 看能不能找出一丝端倪 对于病例这个东西 增益对西医的做法非常推崇 从病人应诊的那一刻起 所有的资料 包括医生的观察 设备的检测结果 医生的诊断和推测 下的结论 和制定的医疗方案 全都会详细记录在案 让任何一名新接手的大夫 都能清楚的知道 病人发病的全部过程 以及前面医生的治疗思路 实际上 中医以前也有病例 不单有病例 还有注油 这里的注油 可不是指江湖注油科 那些装神弄鬼 故弄玄虚的把戏 注是告诉 油是原油 说的是 大夫必须要告诉病人 生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 让病人做到心中有数 可惜后来 医者们没有坚持下来 因为害怕医疗纠纷 草草一个药方 就把患者打发了 也不说明 药方的药效是什么 甚至连具名都不敢了 国内现在有一些西医 因为害怕医疗纠纷 也会在病例上捣鬼 一手花体字写得跟捉鬼天师化的符一般 生怕病人认出自己写的是什么 但好在写病例的规矩 还算是坚持了下来 在增议看病例的功夫 又有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是个七十多岁的老者 须发皆白 身穿深蓝色中山装 手里提着一个旧式的公文包 头上戴的是一顶羊毡帽 而中山装的外兜上还插着一管钢笔 完全就是以前的老派知识分子的形同 前一周一看他就站了起来 把自己的位置让给那位老者 顾老来了 快请坐吧 那老者呵呵笑了两声连续谦让 秦主任坐 秦主任坐 但他还是被秦一周让到了那张椅子里 他坐下之后有些歉意的说 我是最晚来的吧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今天一早有个例行任务 秦一周笑着给顾老倒了杯水 理解 理解 然后又顺手把自己兜里的一盒黄鹤楼烟 放在了顾老面前 这么冷的天 还要麻烦您亲自跑一趟 实在是辛苦了 哎 职责所在嘛 就是跑了好几趟 也没能为乔老解除病痛 我这心里很是惭愧呀 这老者摆了白手 就要去摸那烟 一抬头 看到屋里多了个曾毅 就说道 这位是新来的大夫吧 曾毅笑了笑 站起身来 跟这位老者打了个招呼 晚辈曾毅 受孟主任相请 过来试一试 这位老者有些纳闷 看曾毅脚下的行医箱 应该是个正宗的中医啊 怎么却看起了西医的病例呢 他一时有些搞不懂 就打开自己的公文包 从里面拿出一本病例说道 这里还有我写的病例 一起看看 把病例本交给曾毅 这位老者就坐在那儿开始抽烟 跟秦一舟轻声聊着天 等着曾毅 把病例看完 这位老先生叫做顾一生 他是医疗小组标准的中医医生 也是中央老干部的健康顾问之一 如今的中医界 断层的很厉害 老一辈的国手相继过世 而后起之秀中 又少有能独挡一面的人才 就连水行州的得意弟子潘宝进 都不能够入选中央保健委的中医专家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确诊率低 治疗效果不能保证 这在医院坐堂行医还可以 但要担负起国家领导人的保健任务 那可就有点勉强了 所以现在的中央保健委 中医国手齐缺 就拿顾一生来讲 他现在一个人就得负责七八个 退休老领导的保健任务 所以秦医州才会如此重视 而大国手水行州 水老 一块八十岁的高龄 还要整天在全球飞来飞去 执行各种外交保健任务 这也是中医大国的一大国商 曾毅看得很仔细 足足有二十分钟 才把病例看完 搞得旁边那些大专家们 心中颇不耐烦 呃这个 那位族长想了半天 竟然又把曾毅的名字给忘了 只好说 呃病例现在也看完了 相信对病情你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不知道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呀 曾毅就说 要不先复诊吧 等诊完了 我再和几位前辈慢慢论证 族长就说 秦主任 你看现在方便复诊吗 秦一周就站起身来 几位专家都已经交流完病情了嘛 如果没有疑问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去 为乔老复诊了 众人站起来 把白大褂穿好 跟在秦一周的身后出门 然后上了楼梯 曾毅走在后面 上前帮顾一生 提着那个旧式的公文包 顾老 我是晚辈 提包的事我来吧 顾一生呵呵笑了一声 把手里的烟头掐灭 辛苦你了 看样子你是中西医接通啊 年纪轻轻就能做到如此 了不得呀 顾一生 对曾毅的这份谦虚礼貌 颇有好感 觉得他不像专家组的其他西医专家 见面跟自己客气 心里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曾毅笑着请顾老先走 又说道 我略懂一些罢了 在经验方面肯定不如顾老 等复完诊 还要请顾老多加指点 嗯 顾一生点了点头 他知道 曾毅所说的指点 不是指医术上 自己的病例 都已经给曾毅看过了 是什么结论 这小子也早就清楚了 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这个年轻人 指的是让自己多提点一下 在这里看病的规矩啊 嗯 有眼力啊 一点都没有年轻人身上的莽撞之气 医疗小组的专家上了二楼 走进乔文德的卧室 屋子里有两名贴身的护士 已经把乔文德今天的常规生理数据检查完毕 看到专家们进来 就把记录本递上来 然后站到一边去了 组长看了一眼 把记录本传给后面的专家 又走到乔文德床前 问道 乔老 您今天感觉如何 乔文德看起来十分虚弱 睁开眼看到问话的是医疗组的组长 就说道 每天都问我一遍 我就能不治而愈吗 这位组长有点尴尬 不是他不尽心尽力 实在是乔文德这个病比较特殊 生理数据都算是比较正常 可他就是不吃不睡 这又不是什么急症重症 不能动用急救的法子 也看不到任何弃之病变 可以开刀一切了之 而且还没有器官发生衰竭 你要怎么治能怎么治啊 医疗小组跟踪一个月 除了发现乔文德有很轻微的胃炎外 就没有任何发现了 他们只能采取最保守的治疗方案 而且还不敢过多使用药物 因为乔文德厌食的原因 至今都还没有找到 而很多药物却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厌食 医疗小组可不想把乔文德的厌食 越治越严重 所以每天只能是输一些葡萄糖 然后加一点补心 补维生素的药品 维持乔老身体正常的生理需求 可以说乔文德的身体 就是在医疗小组的专家们的眼皮子底下 眼睁睁的一天不如一天的 可偏偏还不能够动手医治 后面的几位专家看到这些数据 依然是很头痛 奇怪了 乔老这到底是个什么病啊 总不能是精神性厌食吧 他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又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要知道精神性厌食 一般都属于那些极度厌世 或者是疯狂减肥者才会得的病 乔文德看组长的反应 哼了一声 群生不是推荐了魏大夫吗 到了没有 秦一舟立刻上前 到了 刚看完病例 正要亲自进行诊断 哦 让他过来吧 乔文德说完 就又闭上了眼 他现在的精神很差 就是换作任何一位年轻人 不吃不睡一个月 怕是也早就要崩溃了 何况还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呢 他能撑到现在 也是意志力极为坚强的人 秦一舟朝曾义一抬手 曾大夫 然后搬了一张凳子放在床边 而自己则是站在凳子旁边 随时应付情况 曾义提着医药箱上前 不忙着动手 而是先观察着乔文德的气色 看气色确实很差 整个人虚弱不堪 看来被这病痛折磨得不轻啊 看完气色 曾义伸手在乔文德的胃肠部位按了按 然后又突然身子往前倾 那脸几乎要贴到乔文德的脸上 说道来请张口 乔文德没有张口 却是一下子张开了眼睛 虽然人躺在床上 整个人很虚弱 可这眼睛一旦睁开 乔文德顿时就有一种射人的气势 他盯着曾义看了许久 发现曾义只是淡淡的看着自己 似乎就是在等着自己张口 他的眼神才稍稍缓和 问道 你就是群生请来的大夫 是 好 乔文德只说了一个字 然后又闭上了眼 随即张开了嘴巴 乔文德心里有些不快 刚才听到曾义那年轻的声音 他就觉得吃惊 心想 孟群生也太不成熟了 还指望他以后能坐到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缩呢 谁知这么一个小病 他就圆形毕露 开始病急乱投医了 到底是小地方出来的 不堪大用啊 曾义仔细看了一下 乔老舌胎的形状颜色 又凑近一闻 又凑近一闻 立刻闻到乔文德的口中 有一股极重的口臭味 他心里就大概有了底 好了 可以了 曾义让乔文德把嘴合上 这才坐到旁边的凳子上 开始搭卖 细细品味了两分钟后 就站起来 退到了一旁 此时 顾义生又过来 也是坐在那张凳子上 品了品脉 然后脸色凝重的 退了回来 前一周 看大伙都诊完了 就抬手示意专家们 到楼下讲话 回到之前的小会客厅 专家们可能是觉得 有些尴尬 就把矛头指向增益 企图化解自己的尴尬 曾大夫 你病例看了 也亲自诊断了 是不是有什么结论了 曾义没有理会专家们的询问 而是神色凝重的思索片刻 然后去问秦一周 秦主任 根据病例记载 病人在得这个病之前 曾经患过感冒 当时有没有吃药治疗 是不是吃了什么 口味极重的食物 秦一周之前 还真没把曾义放在眼里 可曾义这么一问 他就有些骇然 药是没吃 只吃了一碗辣汤 这是乔老的习惯 每次感冒 他都不吃药 吃上一碗辣汤 出一身汗 感冒自然就好了 曾义又问道 那病人不喜欢吃饭之后 还给他做过辣汤吗 做了 以前乔老是最喜欢吃辣汤的 可这次病了以后 做好辣汤给他吃 他却说汤是臭的 闻着就想吐 根本吃不下去 就是换了平时 他最喜欢的几样食物 也是这样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闻着就要吐 这也是秦一周 最为纳闷的地方 乔老这一生 是无辣不欢的人 谁知最近这一病 他竟然说 辣椒就像屎一般臭 怎么吃得下呀 这可真是邪门的事情啊 能有什么病 能让人无畏失调呢 曾义点了点头 却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站在一旁 一副闭口不语的架势 顾一生觉得 曾义这个动作很奇怪 就问道 曾大夫 你是不是有什么看法 说出来听听吗 曾义却摇了摇头 说道 我没有什么看法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对яни Beer